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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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一点的人知道身不生活 什么生活呢 能够思维 能够想象 能够感受苦乐的生活 心生活啊 西洋哲学家讲 我思固我在 什么生活呢 能够思维想象的 那个是我啊 我能思 我能想啊 能想 能思维的 那个就是我啊 佛在本经上说 能思 能想的 那个是我啊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能够思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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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了 这不是从职业上 根本上啊 你打个什么妄想 妄想不可得啊 你所得的是什么 所得的不外乎思想 我相 人相 我相 人相 是相对加厉的 众生一相呢 这个众生就是一切万事万无 万事万无都是众缘合合而现的相 所以诸位晓得 这个众生不是指广大的众生 广大的人不是这 那你就把这意思讲错了 我们今天所谓的动物知无矿 再包括所有一切自然现象 都是众生相啊 下雨刮风都是众生相啊 都是众缘合合 有缘缘合合加厉点 成为众生相啊 受者相呢 受者是时间相许 由相许假而立 都是假的 我人是相对假 众生是缘合合加 受者是相许假 你所执着的这些无假的 你所执着的这些无假的 你还有什么搞疼啊 还有什么知足 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如果把这些四十真相通通都搞明白了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 你这个心里头马上就得大自在了 换一句话说了 你的真心就现现了 忘心没有了吗 忘心没有了吗 彻底了解它是虚妄吗 不可得吗 众生就是坚固的执着啊 就是不肯放下了 不晓得能执着那个心是假的 所执着的这些无相也是假的 所以佛菩萨眼睛地看云云众生的 说库列明者 为什么库列明者 假的 全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真有这个四 佛不能够说众生是库列明者 因为它是假的 怎么样打妄想 怎么样执着 都是一场空 不是说到死了以后一场空 现前就是一场空啊 荡下极空啊 这一执着 坏了死 现前 无量的烦恼 苦不堪眼 将来轮回六道 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 金刚经 帮助我们明了四世真相 交给我们彻底放下 恢复自信 自信就是真心啊 禅家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灭目 金刚经的好处 再说一遍 破除就是闲出 破旺 真就闲啊 破旺 闲真呢 是同时 是一时 不是有先后的 先破旺 然后再闲真 不是同时 妄除一分 真就嫌一分 妄除两分 真就嫌两分 离可以等悟 一下就明白了 四要渐渐地除 四上除一分 你的亲近心 你的般若智慧就偷一分 四上怎么做呢 四上真的要放下 不要再执着了 一定要依照经典的教训 认真努力去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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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